24日凌晨,巴西国宝级作家,著名预言奇幻小说家保罗·克埃略在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宣布,他将从苹果手机改用华为手机。 在这条发布于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多的贴文中,克埃略说他从苹果改用华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对苹果不满意,而是因为华为手机这个品牌已经在突然之间成为了一种政治态度。 在耿直哥看来,克埃略会做出这一决定也并不令人意外。 这不仅是因为他一直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看不顺。 叶安。也因为他本人曾在上世纪70年代被美国政府支持的巴西反共军政府折磨约。 待过,他的决定也得到了不少境外网民的支持。 其中有网友就表示华为确实是个好手机,值得一用,自己也打算换一个。 还有网民表示希望华为能打破国际技术被美国垄断的局面。 并指出了指控华为是间谍的美国政府才是亏是狂。 但遗憾的是,这些评论很快就被早已严重渗透境外社交平台。 并常年在上面散布大量抹黑中国谣言的反华分子和他们的水军给污染了。 这些反华分子不仅在克哀略的这条帖子上疯狂地散布着各种关于中国新疆和西藏的谣言。 还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敌视偏执地与中国民营企业华为手机绑定在一起。 如同一群网络流氓一般,上窜下跳的逼这位巴西著名作家不要用华为。 更对他发起了人身攻击。 如骂他是傻X甚至栽赃他收了华为中国政府的钱。 但最令耿直哥觉得讽刺和白痴的,是下面这条攻击克哀略的中文留言。 因为这条想嘲笑克哀略的留言。 其实反而打了他们这群围攻克哀略的暴徒的脸,仅仅因为讨厌中国政府。 就要逼别人不能用华为,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早已不是第一次外国名人宣布支持华为后。 遭到大量反华分子和他们水军的围攻了。 之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就因为支持华为。 并在境外社交平台上表示他拒绝听信反华分子和反华外媒驻华记者散播的谣言。 而遭到了更严重的围攻,套路同样是恶毒的人身攻击,辱骂和栽赃。 最后不堪其扰的萨克斯竟被逼得删除了账号。 但兴许这就是反华分子和他们水军口中的言论自由吧,我们可以自由地污蔑。 栽赃中国,但你得给我闭嘴。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